莫少,夫人他又走了 作者,围城,演播,田小莫 莫少 消暑 第262集 齐连宋知道宋冉对于齐军的重要性 看着齐军那般心疼,他当然也不好受 但是为了儿子最终的幸福,他也必须要这么做 而他也留给了齐军和宋冉足够的时间告别 自己便站在了门外 他知道,这有可能是齐军最后一次看到宋冉了 想必他一定有很多话要对他说 虽然此时的宋冉并不知他要经历的是什么 但是为了让儿子能称心如意将宋冉送走 他必须要做出足够的账簿 而当齐连宋出去时 齐军也抱得宋冉更紧了 轻逆地问 你吃饱了吗 冷不冷 需不需要穿件衣服 宋冉根本不知道齐军想问的到底是什么 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摇摇头说 吃饱了也不饿 看如此乖巧的宋冉 齐军更加舍不得 你可千万不要怪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 如果能把你留在身边 可以让你快乐的话 我也想这么做 但是事实上却不能 等你到了那边以后 请一定不要忘记我 好吗 宋冉完全不懂齐军在说什么 他只是以为自己要跟他出去浇游才会穿这么厚 然而今天的早饭 他都是努力吃得饱饱的 因为他要吃出蹦的 如果吃不饱的话 他很可能要饿肚子 对于他的认知 他也只能记住这些了 然而当他看见 大门口停着一辆车时 更是开心的连里都没理齐军就跑了出去 此时的齐军 已经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他再也不想经历这一幕了 一想到自己跟宋冉短暂的相处时光 就觉得这几个月过得像流水一样快 也是时候 让他还给宋冉一个平静的生活 虽然他知道目前行动不变 莫千行可能照顾不好他 但是他相信 宋冉回去之后可能真的会变好 那样的话 他所做的一切牺牲就是值得的 虽然出来时 齐连宋便让人将他带到了车上 看着宋冉离自己视线越来越远 齐军的心就像是碎了八瓣一样疼 直到车子驶离出自己的视线 他的心才一点一点恢复了平静 他希望从自己身边走出去的宋冉是快乐的 是值得的 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放下宋冉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在宋冉走后的下一秒 威维安就出现在齐军身边 他知道现在是齐军最需要他的时候 便一把抱住了他 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他的离开肯定有利于他的病情 你们之间也没什么好相欠的 就彼此祝福吧 齐军合唱不知道威维安的目的是什么 他也能隐约感觉出 威维安这次是故意说这些话 但是谁让他现在已经离不开威维安了呢 这么长时间以来 一直都是威维安倾听他的故事 尽管自己对他很冷漠很忽视 他也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从来没嫌弃过自己的冷言冷语 虽然这次威维安的话 让齐军觉得有目的性 他也隐约能感觉到 宋冉的走跟他或许有些关系 但他依然很感谢眼前这女人 对他的不离不弃 就好像当初他对待宋冉一样 而他也没有再说话 只是默默地接受这一切 整个世界仿佛都静止一样 明明上一秒还在他身边嬉戏 下一秒 宋冉就永远离开了自己 齐林松带着宋冉 坐上最近一班回国的飞机 因为之前见过宋冉的缘故 他并没有对齐林松有太大的敌意 而是被一颗棒棒糖哄着就跟他走了 在飞机上 宋冉异常乖巧 不让他乱走动 他就不乱走动 只是一直待在座位上 下飞机之后 齐林松便第一时间给思慕拿电话 他知道现在已经超出他规定的时间 但还好 他已经将宋冉安全带回 当面对思慕时 齐林松终于放心地说 我把宋冉带回来了 你们来接他吧 此时 莫千行刚好在思慕身边 当他听到这几个字时 就感觉浑身都充满力量 这一天终于来了 他终于要跟宋冉团聚了 只是 他现在还不能完全行走 只有上半身能够活动 尽管这样 他还是想亲自去接人 跟医生周旋半天 得到他的同意 还是带着护士去的 就怕有什么不便 莫千行心情激动得 无以言表 而思慕更是觉得 自己终于完成了任务 没有让莫千行对他失望 在车上 他们紧张得不行 一想到马上可以见到宋冉 莫千行觉得浑身都在颤抖 而他的腿也在努力 变得有知觉 但可能是压力过大 他一直都颤抖着 就连护士都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对劲 你还好吗 怎么一直发抖啊 要不然就回去吧 让他来找你不是也一样吗 护士一说 思慕就打断他 你不懂 我们要见的人 对他来说无比重要 然而在护士眼里 去见的人重不重要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担心的 是莫千行身体好不容易恢复了点 如果因为见个人而变成原来那样 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轻重换疾啊 现在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你没看见他浑身发抖的厉害吗 应该立刻回医院检查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你不用这么激动好吗 听到病人自己说没事 忽视着才闭了眼 他看着车子驶向机场越来越近 莫千行的心 也像跳动的音符一样 一刻没有停下来过 他心里已经想好了 见到宋冉的台词 而且一直在嘴里反复练习 想要说给他听 为了见他 他几乎做出所有的努力 在病床上的挣扎 只有他一个人体会得到 多少次 他想立马飞到宋冉身边 带他逃走 奈何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